容祖儿 嘿 鉴于您的小猪还在养伤中 您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猪符 OK 好 我会用情绪波动频谱监测仪 实时记录猪符的情绪 只要猪符满意 您就能获得兑换物品的奖励 好 说真的 我这么大的一个年纪养这么多动物 嘿嘿 容祖儿 有人找你 嘿 什么事情 嘿 怎么了 哎 干嘛呀 干嘛呀 为了鼓励你更好地为祝福服务 我把箱子搬过来了 惊不惊喜 易不意外 自补自机 好的 等我 等我 今天你们就回来了 哎 好紧张啊 我有机会拿回我的物资啊 羊猪的老天们大家好 你知道猪最要吃什么吗 这个是什么 哇 哇 哇 哎呀 它真的可以吃这么多东西 这 还可以吃得多 要吃什么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给猪喂这几种蔬菜 猪能够吸收好营养 一 南瓜 南瓜有丰富多种的营养物质 比如糖和氨基酸等 也是猪最喜欢吃的蔬菜之一 不仅能够增强猪的免疫力 还会使猪的肉质变得更好 猪的肉质变得更好 猪的肉质变得更好 我不碰它 那我吃他们煮的那个 那个水面粉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猪猪 两个孩子的妈 真的是不容易 今天为小猪 煮一个丰富的早餐 其实这些人类是可以吃的吧 我看它 都是一些水面粉 你看 好像挺好吃的 煮这么好 别忘了医生说的 给小猪吃药哦 是的 对 谢谢你提醒我 它的药就在这里 我觉得啊 这个药如果要它这么吃 它可能会知道是药 它就不吃 那就可以了 好 然后现在就给它吃一点 它根本不知道这里有 一些它不喜欢的 来 来 香不香啊 猪 每次吃饭 都会先闻一下 好吃 好 来 我放里面吧 好成功 好成功 而我呢 我也来一些吧 您确定您要尝试 小猪的专属早餐吗 为什么不 我觉得是可以吃吧 对不对啊 其实有点紧张 这个 这个 这个味道没什么 而且都已经煮熟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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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几天我不用跟你们换物资 我吃这个也可以 嗯